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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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姐怎么样 我姐姐的电话突然断了信 我想她一定有危险 我要去救她 你冷静一点 你又不让你姐姐在哪 你上哪儿去救她 我怎么可以冷静啊 她现在在变态狂首上 我救不了她 怎么可能冷静啊 程嫂 快点 快点加快人手 地毯室搜索 一定要救云色的姐姐 全香港这么大 上哪儿找啊 你不是说你懂得通灵吗 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我跟我姐姐要是能通灵的话 她已经死了 不是啊 这案子还有两个死者吗 别走 怎么样 我看到粉笔黑板叉齿的和藤条 粉笔黑板叉齿的藤条 是什么意思 粉笔黑板叉齿的藤条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喂 有没有人呢 有没有人 是 石金人 你你为什么绑着我 你快点放开我 请安静 上课不许说话 你不要跟我玩了 你快点放开我 你害羞 是不是想挨打 那你这个贱人 你为什么抛进我 你为什么不要我 你说啊 我有什么不好 我有什么不好 我究竟有什么不好 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可以改 我真的可以改 我求求你 我不能没有你 师先生 我想你误会了 从来都没说过我喜欢你 放弃你的人 不是我 是不是别人呢 不是我 我没误会 你明明是喜欢我的 是你水星眼花 五星出生 我今天要惩罚你 好 粉笔黑板擦尺子的糖条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不说清楚真被你气死了 粉笔黑板擦尺子的糖条 你放心吧 粉笔黑板擦尺子 家俊已经派人在查 事后得的底 很快就有消息了 怎么雨水醒了之后 就这么奇怪 粉笔黑板擦尺子的 说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对了 你查到事后得底信没有 萨姨 查得怎么样 文艺公司 萨姨查到事后得 在一信签的资料 他放了职业 是在一家文艺公司里面 做仓务经理 程次 已经派人手助货舱 其他出口 暂时没看见粉 依然出现 现在怀疑事后得 挟持人质在货舱里面 通知所有人是单吧 是 大家小心点 不要随便开枪 雨水的姐姐在里面 不像你们 如果是以前 早冲进去 不一样 现在有人质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雨水这么肯定 她姐姐在这里 我别说话了 拜托 快点冲进去救人 Erik 留在这里 站住 其他人跟我进去 是 营娃荡妇 人人得而诸之 尤其是你啊 外表装纯情 其实人尽可福 你跟外面的营娃荡妇 有什么分别啊 告诉你个秘密 我会杀光全香港的 营娃荡妇 我 我不是那种 营娃荡妇 我是谁啊 你搞错了 你就是 我看你这个 一个臭男人买避孕套啊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不是 不是 你不要解释了 你解释的就是掩饰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不知道错啊 你不知道错 我要达到你知错为止 救命啊 发生了 吵很多人 还用这些杀说 你什么鬼啊 充了秒 俺 你这臭小子 朽不不可掉 你每次都这么说的 我不打你不行 臭小子 臭小子 程四 我们就翻遍整个货舱 但是没有任何发现 于四 你的推理不准确 怎么会呢 粉笔黑板仨 尺子不在这儿 会在哪儿呢 你老实说粉笔黑板仨 你到底想说什么 喂 你不要这么逼着他了 让他想一想 不想于四 好好想一想 没错 一定还有其他线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混蛋把姐姐藏在哪儿了 简直就是垃圾 我这里可以打死你不可 老师 老师 你不要再打了 好痛啊 老师 事后得他知道错了 你不要再打他了啊 这是个坏学生 上课不听讲 又不交功课 我打死你 老师 他年纪还小 知错能改 是好事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看你为他求情 今天我就不打你了 罚你吵笑个一百次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姐姐 不用谢谢 事后得 你听话 你过来 解开姐姐的绳子 姐姐好痛啊 来啊 快点 来 不能 不能姐 那天我亲眼看见姐姐 你和哥哥去买那个 那 你是个坏女人 事后得 你还小 你长大就明白了 其实姐姐和哥哥去买冰孕套 是很平常的事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而且那政府呢 也有首歌嘛 你听过没有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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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是不是 你你听过 对不对 于小姐你说的很对啊 我是不应该大惊小怪 买冰孕套而已嘛 很平常的事啊 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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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啊 我真的不是那种坏女人 你相信我 你你 你先放了我好不好啊 完了 既然你不是坏女人 那你生活在坏人当道的社会里 那不是很危险吗 完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那些坏人会伤害你呢 有了 我想到办法了 我们一起殉情 殉情 根据资料显示 这件就是施悟德当年上了小学 以为收生不足 两年前已经停办 之后一直空置 现在聊孝宫也没有 希望你这次不会再猜错了 救命啊 在那里 走啊 救命啊 找效仿和谈判专家 柏年 你跟华梁到处找找 看有没有一些软电 纸瓶盒之类的东西 清楚吗 施先生 是 先生 你听我说 死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你听我说 你有什么事 我帮 我帮你 你说出来 现在是我帮你 不是你帮我 总之我们一块儿死吧 那就可以解决问题 来吧 不要 不要 施先生 你要不要我们打电话 去防止自杀会 他们会帮你的 不要啊 他不会帮我 他们当我是傻子 他不理会我的感受 你明不明白 不要啊 施先生 他不理你 你可以跟我说 你告诉我 我最理解人家的感受 你 我知道你会 你不要啊 一会儿我们死了之后 你有了时间听我说话 不要 不要啊 弟弟 我要杀死他 不要乱来 不然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不要再刺激他了 施厚德先生 你已经被重重包围 跑不掉了 你不要再做傻事 放了于小姐 快投降吧 什么傻事啊 我不是傻子 你们才是傻子 你们尽量分散他注意力 我从后面翻过去救人 施厚德先生 此时不能解决问题的 只要你放了于小姐 你有什么需要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 你不要骗我了 你们各个都假仁假义 没有一个好人 我 放心 我们很快就会一起死了 我 我 救命啊 不许叫 他不会真的把自己 当林小龙吧 我们很快就会一起死了 我告诉你 不要乱来 你不要乱来 别过来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适合他 更加不适合我 施厚德 你想找人陪你死是吧 你找我 我为什么找你 我也不认识你 其实最该死的人是我 我不是一个好人 你想找阴王荡妇对吧 我很淫荡的 你放着他过来抓我 放手啊 你 快 快 打 走 走 走 真一 问你干什么啊 走开 不要过去 我不能见死不救的 师先生 你听我说啊 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有什么事 你先下来再说 既然你不肯跟我一起死 那就让我一个人 做个孤独鬼 不要啊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朋友 希望 我不想失去你这位朋友啊 我杀了人啊 我是个杀人凶手啊 我杀了人 我该死啊 不是 你杀人是因为你有病吗 如果你治好了病 你就会没事的 我答应你 只要你治好了病 我一定能帮你找到一个 合适的对象 你真的可帮我 你相信我 你一定能找到一个 真心真意爱你的人 吃饭吃饭 吃饭 爸爸辛苦了 好精致的台菜啊 好吧 好香 好香啊 想不到姐夫 你在台湾做了十几年 牢还学会了点本事啊 撒姨 你不要乱说话 没关系 这个是事实嘛 子强 你今天发生这么多事 我特地给你煮了锅定精茶 喝了它 谢谢爸爸 连定精茶都会煮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爱心啊 你还说呢 今天姐姐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通知我 我可以召集人马去救他们 召集人马 你以为你还是以前 大清十三太保的时代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要遵守法律 不然我会尽我职责 照样会抓你的 Yes sir 你看看 你们父子俩 好像换了身份似的 有什么关系呢 最重要是有人关心嘛 谁当儿子 谁当老爸 无所谓 对了弟弟 张子儿现在没什么事吧 他扭伤了腿 打了石膏 住在医院里 这个张子儿 人如其名很正直啊 上次啊 他以为我对你不利 飞身扑出来拦住计程车 这次为了救你 从天台掉下来 这个张子儿 夹得过 爸爸 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和张子儿只是普通朋友 这些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嘛 你别说的好像是他英雄救媒 要姐姐以身相许好不好 但我觉得话也不是这么说呢 有哪个女人不想找一个男人 能够保护自己的呢 紫琴 可以考虑一下哦 张子儿绝对不能做你男朋友 为什么 我是警察 我很清楚 身为一名警察 每天都要面对很多危险的工作 像张子儿这么勇敢的人呢 随时都会殉职的嘛 你要姐姐冒着生命危险 去做这个寡妇 你说行不行 弟弟啊 你好像越说越夸张了 怎么说的 我好像真的要嫁给张子儿似的 紫琴啊 你不嫁无所谓 可张子儿的确救过你嘛 你一定要去医院 谢谢他才行啊 知道了 郑义哥 你不要乱动啊 玉小姐 你叫我什么 你不喜欢我叫你郑义哥吗 喜欢 还有啊 你以后啊 不要再 于小姐 于小姐这么叫我了 你叫我紫琴就行了 好啊 对了 你刚才想喝水 我帮你倒啊 来 小心凉 小心呛呛 谢谢 谢谢 这水好甜啊 老师说 幸好这次你救了我 不然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还有啊 要是郑义哥 你有什么意外 我的心 一定会过意不去的 你不要这么说啊 你知不知道 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绝对不会让你出事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还有啊 其实呢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喂 姑妈 怎么是你 不是我 你以为是谁啊 啊 哦 你调皮啊你 躺在医院里 还做梦梦见女朋友是吧 啊 快告诉我 那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啊 姑妈认识吗 哎呀姑妈 你不要这么急迫啊 哪有啊 不说就算了 可是你这么大的人了 也应该找一个了 要是有什么事呢 不用姑妈这么操劳 啊 我也到时间见片场了 嗯 好好休息啊 乖 行行行行行 哎 张四 你别乱动啊 余小姐 哎呀 你不要叫我余小姐了 叫我子晴就行了 我真的可以叫你子晴 那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对了 你想喝水 我帮你挡 那 谢谢 这谁好甜啊 喂 这是白开水啊 对了张三儿 这一次呢 真的要谢谢你救了我 不然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哎 等等 子晴啊 什么事 你能不能用力地打我一巴掌 喂 张四儿 你脑子没摔坏吧 喂 你怎么了 喂 喂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没事 可能 药力还没过去啊 哦 对了 子晴 嗯 其实别说这一次 就算以后你有事 我也会救你的 呸呸呸 闭上你的嘴 你很想我出事吗 我说如果吗 我开玩笑 现在最重要呢 你要在这里好好地休息 哎 其实我只不过是把腿扭伤了 非要我留远观察 真是闷死我了 小病是福嘛 你就趁机会休息几天了 还有啊 阿朗跟我说 废死呢 也叫你多休息几天再回去上班 那要不这样吧 你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以后我天天来看你好不好 真的 既然你叫我多住几天 嗯 那我就多住几天了 再喝点水 谢谢 一步一步走 不要着急啊 最主要的是不要摔倒 顾小姐 哎 余小姐 嗨 你来了 哈喽 嗨 顾小姐 你对老人家呢 真的又细心又有耐心 嗯 是啊 顾小姐她真的很好的 我是拿薪水的 当然要做好本分啊 我怎么跟余小姐拟比啊 一分钱都不收 每个礼拜都来做义工啊 这么热心 取手之劳嘛 对了 呃 院长在哪儿 那 在那边跟人聊天呢 哦 我过去跟她打声招呼 嗯 一会儿见 好 好 一会儿见 那这个造型最好 院长 哎 哎 李小姐来了 是啊 嗯 嗯 哎 你不是上次来过我们一线间的那位 你们认识啊 见过一次面了 他上次来我们公司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之间 哦 你是那位啊 你不记得了 你上次来我们公司呢 说想帮你侄子找女朋友 你不记得了 我又不认识你 我要吃橙 你为什么不给我吃啊 好好好 让我来 哎 兰姨是吧 你慢慢吃不要着急啊 那 哎 哎 哎 慢慢吃别着急哦 蓝姐 哎 打影说可以就位了 啊 马上到 你 哦 sorry 尹小姐 刚才呢 我和院长正在排戏 正好看见你来了 就玩玩了 嗯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哇 想不到蓝衣你的演技真好 我真的以为你是 不过 不是 其实是我不好意思 我搞错了 你太客气了 是我不好意思 不是 是我不好意思 不要再啰嗦了 导演等你就位呢 对啊 啊 改天我请你喝茶 好啊 一言为定 嗯 你打给我 哎呀 行了 快去吧 那个侍候德现在怎么样 正式起诉跟他双重谋杀 罪一定是有罪了 但要看他是坐牢 还是进精神病院 其实呢 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虽然他精神上是有问题 但是他对感情的看法很认真的 你不是同情他吧 当然了 其实我觉得最下贱的 就那两个玩什么杀女游戏的 那两个贱男 他们才是罪魁祸首 应该把他们拉去坐牢 那无可否认那个Alex的波斯科呢 确实很下流 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情我愿 有没有做犯法的行为 我们也无可奈何 那相反 就算那个侍候德真的精神有问题 可他杀了人嘛 杀人就要抓啊 其实法律也不外乎人情 你这么说很不近人情啊 我怎么觉得呢 你最近变了很多 如果以前你抓了这种犯人 你一定要求他不放的 但自从进了DI之后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不是被余子郎改变了吧 好好地又关余子郎什么事呢 我 我不想跟你吵啊 档案我都看了 那个失踪老婆呢 得了老人痴呆症 先不说别的 连每天去哪儿都不知道 人海茫茫 你叫我怎么找啊 说不定已经不在了 那怎么办 要我大海捞针呢 早就让你学我这样 找不长篇电视剧来查嘛 小凤姐你也不必这么沮丧 老实说 能来我们DI的案子 每个案子都是奇奇古怪的 不然的话 干嘛要成立我们DI啊 是啊 这件查不到 就查另一件咯 是啊 我们有的是旧案子 查另一件咯 老哥 刚才我被你吓死了 余子 幸好你醒来得快 不然每人要给你做人工呼吸了 怎么 我真替你担心啊 谢谢大家了 小凤姐你刚才说那件案子 说找到那个老伯的机会 微乎其微 喂 其实没什么的 世上无难案 只怕有我们DI 查案最重要是什么呢 有脑有心 您既然我看你这么想 想到这个老伯 那好 我就贡献出我这个推理头脑 帮你找到这个老伯为止 行不行 行 于此你出手 一定行 好 你行我行 废话少说 拿大人来看 好好 这个案子的失踪者叫翁卫财 他在两年前失踪 根据材料显示呢 财博年轻的时候很威风 他当过兵 做过抗日英雄 但是一直没有结婚 这个财博有八十岁 又有老人痴呆症 按理来说应该不会走得很远 有道理他就不会失踪了 老人痴呆症通常是说一些老人家的脑部能力衰退 无论记忆力判断力都会大幅度下降 虽然最近发生过的事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记得了 但是当年曾经有过的经历 还有一些长期生活习惯反而会记得很清楚 哇 朗哥 你这么熟 难道你身同感受 不是 但是我有一个样板 关我什么事 我只知道费四尔把几十年前阿珍嫁了人的事 还记得那么清楚 但是昨天喝完茶那四十块钱 我叫他还给我 他却不记得了 这就足以证明 费四尔得了早期的老人痴呆症了 是吗 对不起 我真的差点忘记了 还是讨论案子吧 照余四尔你这么说 很可能是财博想起了他年轻时候 发生过的某些事 所以才突然走了 难道他忘记不了 当年抗日战争的威风史 回到了他曾经打过仗的地方 他以前打过仗的地方 那就卢沟桥 松花江 难道他回了内地 但是没有他的出境记录 可不是吗 他的回乡镇还在老人院那儿 就算过了罗湖 也进不了深圳呢 你是不是有病啊 有案不查 叫我出来打电玩 而且还是这么血性暴力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查案子 这个叫与工作与娱乐 查案还跑到这里来打 你到底在查什么案子 我最近在查一件老人失踪案 这位老人患有老人痴呆症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打过仗 我怀疑他的失踪 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 你居然能想到这点厉害啊 有时候查案要大胆假设才行啊 不过最头疼的就是 那个老伯打仗的地方 全部都在内地 但是那个老伯又没有出境记录 打仗也不一定要回内地 在香港有很多地方可以打 你说在游戏场里打游戏 没错 驴算 我们找了十几个游戏场 几乎跑遍了港九新界 这个是最后一个了 你说你在这儿坐了有十年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阿四 你别开玩笑了 但我们这里来玩的全部都是年轻人 这个很明显是一位老伯 别说要他拿一把枪了 就算要他穿一套像我们这样的装备 他也受不了啊 看来这次的通灵感应好像行不通了 就是他 不会吧 那个老伯来打个游戏 不是老伯 是四大天王 喂 大哥 那四大天王现在放在哪儿啊 这四大天王 原来一直都是这个场子的守护神 阿三你也知道 虽说是个游戏 但确实要打打杀杀 不能不信邪嘛 这四大天王 原来一直都放在后山那边 但是两年前一次山泥倾泻 把它埋进了泥土里 我们觉得四个只剩了三个 不太激烈所以我们就搬走了 埋进了土里 怎么样皮 老伯爷 余瑟 死者头骨有几条裂痕 尸身上也发现几处骨折 初步推断死者是高处坐下摔死的 另外从尸体皮肉组织的腐蚀程度看 死者极有可能死了超过一年 不过至于详细的结果 要等我回去做进一步的检验 才可以确定 在尸体附近 发现了这个钱包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这张身份证 翁未才 真的被那个美人说中了 财婆果然不在了 你们认识四者 本来我们在查一件老人失踪案 看来应该变成尸体发现案 这里这么偏僻 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发现尸体 我们跟尸体有缘嘛 所以鬼使神差就让我们来这里咯 不管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 这件案子由我们重案处负责 我看没你们的事了 怎么这样 翼子 怎么办 算了 找到财婆的尸体总算有个交代 走吧 请你合博卡 不妨你们 我呢 下次再说 我们对比过死者的指纹 证实了在温柄场后山 发现了那具男人失的身份 我认证的确是温柄才 根据死者头骨碎裂的情况 和他身体其他部分骨折的情况推断 我几乎可以肯定 死者是由高处坐下 全身受到重击才死的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可以推论出它是 被人推下山呢 或者是自己掉下去 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只可以回答你 死者的死因并没有可疑 怎么会呢 如果他是死于自然的话 我是不会跟他有通灵感应的 难道你怀疑另有内情 我是按一个正常的推理 我跟厂后山那么偏僻 一个八十岁的老伯 还有老人痴呆症 如果没有人带着去 他去那干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法医 我的工作呢 只能够到此为止 接下来 叫拜托你这位神探 去追踪了 祝你好运 你看看你啊 这么大的人了 吃碗面都吃成这样 重点 看来呢 没有个女人在你身边呢 真的不行啊 正义啊 那姑妈呢 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人非常好 那你的腿呢 也没事了 要不这个礼拜六 约她出来 让你看看 姑妈 姑妈 不要做这件事好不好 被人家从头看到脚 很尴尬的吗 很糗的 不要了 糗什么 如果你怕吃亏呢 你也盯着她看啊 谁叫你们警局 来来回回这么多年 还是那几个人呢 现在姑妈 是帮你扩大你的生活圈子 姑妈 这种事顺其自然吧 勉强不会有幸福的 要是我不帮你啊 我怕你会独身 哎呀 你相信姑妈 这个女孩子 真是万中无一 姑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从来也没有遇到一个 像她那么漂亮 那么大方得体 那么善良的 还有啊 她对老人家 真的是很细心啊 姑妈 拜托你别这么夸张了 调节这么好的女孩 还用得着车来相亲 哦 我不管啊 这个礼拜六呢 你要跟我出去跟人家吃顿饭 不要了 如果你不肯呢 以后别叫我姑妈 我的午餐肉啊 母妈 我的午餐肉啊 母妈 别这么打伤 要是被人听见就糟了 你要怎么样 小一哥 我想你做我女朋友啊 做你女朋友 嗯 你真够直接的 小一哥 不是真的那种 我想你呢 在我姑妈面前演唱戏 冒充我女朋友 哎呀 老实告诉你吧 我姑妈 比我相亲啊 哦 相亲是吧 还以为什么大事情呢 不合适 吃完饭擦擦嘴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搞那么多事干嘛 哎 昨儿言之我有苦衷啊 一场同事 你帮帮我行不行啊 好吧 帮你也行 不过事先声明啊 搂肩膀搂腰 亲嘴这些事 我可不做 还有啊 不要叫我猪猪啊 和你这种皱麻的称呼 让人听见了 还以为我 现在的品位这么差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呢 你干我还不愿意呢 其实到时候呢 你只要在那女孩面前 把我说得越坏越好 说我专管女人 是个坏蛋 那就行了 最重要的 就是要那女孩 知难而退 哦 骂人是吧 我告诉你啊 骂人这一招是我的强项 我要是狠起来 眼睛比张曼玉还好 哇 好眼睛 好眼睛 这次 这次全都没人解你了 那小玉哥 我这么帮你 你怎么报答我啊 刚才不是进女池堂了吗 啊 不过 再送个金线奖给你也没关系 我不要讲 我要现金 这样多好 丝丝闻闻 像个教书先生一样 哎 这样才配得上人家 姑妈 我要去一下洗手间 喂 那 你不许偷偷地跑掉啊 你记住 你跟祖先发过毒誓的 姑妈 你看 又水果栏又巧克力 你以为现在拜年啊 哼 这就叫做理多人不怪 你们年轻人懂什么 总是这次姑妈呢 没有介绍错 这个女孩子 是万中无一的极品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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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她是极品啊 云小姐 这里 这里 云小姐 兰姨 云小姐 坐下说 对 坐坐坐 这要说起来啊 张思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这话怎么说啊 上次啊 她的腿受伤呢 就是因为救我 哎呀 这么大的事啊 正义 你怎么没有告诉姑妈 这算不了什么 因为我们是警察嘛 都是我们分内的事 哎呀 瞧你说的 如果要是古代啊 云小姐她 很可能啊 要以身相许 报答你的 很可能的 很可能的 是啊 这么大的事 停 走了 什么事 不好意思 有个重要电话 马上要打个人 你们在这儿等啊 我很快回来 正义 张正义 我找到你了 你听我说 原来我搞错了 你就是想搞错 想占便宜 你别指望了 我占便宜 不是 你看 原来那个是鱼色的姐姐 美人 鱼色的姐姐 是 是 有温的 张欠熟人 骗我还不够 现在还想骗鱼色的姐姐 你这个贱人 我 平时冒衷你小龙 我找错 我找错 其实你还不如一条红 我找错 我找错 现在还见鱼色的姐姐 像个老哥的姐姐 不是 我都说不是 你搞错 鱼小姐 鱼小姐 你听我说 鱼小姐 你不要听她的鱼小姐 鱼小姐 鱼小姐 你这个臭小子 难为我 起扫摸会儿 辛辛苦苦待大逆 你 你既然做出这种 大逆不到的事 你太让我失望了 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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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姑妈 没天理啊 子妈 我的眼睛似得很出色 也不用羞耻 炉火至金啊 鱼色 早 早 样子像有事找我 对了 今天早饭有没有见过鱼小姐 我当然见过她了 她没事吧 她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 上次她被那个杀人犯挟持过 我担心她的心理状态 还没有恢复 所以去问问 放心吧 她平时虽然疯疯癫癫癫 其实很坚强 这种事一觉醒来 什么事都忘了 希望如此 废子 你的早餐 小凤姐 翁卫才那件案子的档案 是不是在你那儿 我想看看 是在我这儿 你要是 我拿给你 谢谢 尸体都找到了 你还查什么鱼色 就是找到了尸体 我才想查一查 你想想一个八十岁 患有老人痴呆症的老伯 要过海要上山 去窩根厂里 难道真的要打窩根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呢 有很多疑点 不是我们表面看得 这么简单 李子儿 给你 谢谢 Madam 这么漂亮 有应酬啊 Madam 你今天简直是 Sinking fish and falling bird 陈鱼落雁哪 Madam 你不是去相亲吧 相亲留给你吧 我今晚要去看歌剧 我买了两张 罗夫公爱的故事的票 打算跟家俊看 但是他还不知道 哇 真是献煞旁人啊 歌剧有什么好看的 这套歌剧很出名的 是改自一本经典的推理小说 不过要在网上订票 我嫌麻烦才没订到 哇 这种洋人的玩意儿 一千多两千块一张票 非常的贵啊 你可真舍得 瞅你说的价钱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Madam和橙色二人世界 世界啊 喂 家俊啊 那你先做正点事吧 没关系 你做完了再打给我吧 拜拜 干什么呀 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了 哎 做这行真的很讨厌 没机会认识朋友 喂 sorry 怎么这么晚 你 你想听着没有 你真的决定把这针票让给我 你还是再打一次电话 给橙色吧 不用了 他开会重要吗 这套 这套歌剧还会在演的 喂 到时间了 快点走 喂喂喂 敞刊呢 敞刊你也要啊 不是啊 我买给家俊的 家俊收藏这些东西吗 那 你拿着 喂 可以走了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肚子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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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行啊 拉出来了 我憋不住了 喂 那边有厕所 去里面那个 我去那个 那个近一点 那 你在这儿等我不要走 喂 喂 我的票 喂 上厕所而已啊 要不要去这么久 还把票也拿走 喂 你怎么样 肯定是刚才那晚猪手面出事了 害得我像山红棒发一样 好了 现在已经开演了 对不起啊 是不是要等人家中场休息才能再进去啊 哎 算了 反正我和家俊要再看一起 走吧 好啊 哇 正点正点 这里的龙虾杀了 有整只龙虾 啊 你真有本事啊 出多少还可以补回来 我是个直肠子嘛 如果我吃不饱呢 我就想不了事情 我一定要吃饱肚子 才有能力去查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怎么吃也吃不胖 当然了 哎 别说那么多了 刚才我看见只有两只龙虾了 快点去拿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不夸张快点去拿 别人拿光了 好吧 看你有没有说谎话 吹牛啊 去吧 哇 要不要这么疯狂 喂 你们俩真人表演啊 难道是拍戏啊 看什么呢 喂喂喂 拍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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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辆车很像佳俊的车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